大家好 我们继续上课 这节课呢 进入到我们讲义的这个part B 这part B呢 我们大家看一下part B这几章的 这个给大家做了一个汇总啊 所以不用我多说了吧 你就知道我们这个整个 ACC这个F7或者F2这门课啊 Financial Reporting这门课 它的这个肚子在哪 看到了吧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 我们的不能说所有的吧 因为后面还有这个合并报表 但是合并报表那个东西呢 它其实不太要求大家 就是考试的时候啊 不太要求大家说 你必须掌握这个准则当中的什么什么 就是我们呃 就是学强调准则强调的就少 呃 反而呢 我们强调的是这个编制合并报表的 一些操作性的步骤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你都要干嘛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part B这部分呢 真的就是就是很纯粹的 就是学准则 你看前面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准则 然后最后干嘛呢 去用准则 用准则干嘛呢 就是我们底下的这个 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编制这个财报 一个呢 是独体的损益 独体的这个损益表 以及资产负债表 一个就是现金流量表啊 就是前面把准则都学了 之后编财报 最后呢 有一个章节 就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这个前面我提到过 就它实际上是我们概念性框架里边的一个内容 我这次修改这个讲义的时候 我把它给它 以前我是放在part A的 然后这次呢 我给它整个就拽到我们的part B之后了 就等我们前面都学完之后 我们在最后再聊聊这块啊 这个基本上不能考 很晦涩难懂的一个 就是一个理论性的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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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我们看看就完了到到最后啊 好吧来 我们开始啊 这个路漫漫啊 我们开始这个迈出第一步啊 首先呢进入到第四章 第四章的名字呢 我们叫Tensible的Non-Current Asset 实际上呢 我在编写讲义的 我在编写我自己这个讲义的时候 我去把咱们BPP也好 Kaplan也好 它的教材的这个章节的顺序 我整个人都给它打乱了 你们如果看它那个教材的话 它那个教材一上来啊 讲了几个准则之后 就把这个合并报表拿到前头来了 然后底下又开始讲准则 然后再开始编独体报表 然后我觉得那个顺序 反正我觉得就没什么道理 然后我给它做了一下修改 修改之一呢 就是我把几个准则给它传在一块了 有的朋友可能会讲说 老师你这么 就是有的朋友可能学的 学的深入一点 学的多一点 他可能会觉得老师 你这几个准则这么传起来 有点牵强 我承认 但是呢 就是我觉得最好啊 因为这几个准则 我们可以讲个故事出来 就加在一起 我们可以讲个故事出来 反正我们也要一个一个学的嘛 我们就干脆就把它放在一块学了 所以呢 这个第四章啊 会是一个比较 应该说是非常长的一个章节 里面呢 包含了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准则 这样啊 我们先带大家过一遍 这几个准则的名字 行吧 我让我给你 我告诉你这几个准则 能讲个什么故事出来啊 来第一个 最重要的这个准则 IAS16 Propting Plant and Equipment 这就是我们 所谓的有形的那个固定资产 啊 有形的固定资产 然后这几个都是什么 我们那个 叫到正式讲这个准则的时候 咱再说啊 会给大家一个一个翻译 然后底下呢 这个二十三号准则 叫Borrowing Cost 我们叫借贷成本 啊 再往下 IAS40 Investment Propting 叫投资性房地产 然后下面IAS20 Accounting for Government Grants 我一般管这个准则 叫PG 这个准则啊 后面甭管它了 这就是政府补贴啊 政府补贴这个准则 然后再往下 第五个准则 叫IAS36 Impairment of Assets 就是资产的减值啊 资产的减值 然后下面呢 这个第六个 叫IFRS5 第五号国际潮报告准则 叫Non-Current Asset Held For Sale 我们叫持有代售固定资产 持有 等待 卖的那个固定资产 叫持有代售固定资产 即Discontinued Operation 我们叫终止经营分布 终止经营分布 先听一耳的 然后跟你说说 这几个准则 合一块讲什么故事啊 我这个放一块 是为了大家好理解啊 就这样 实际上呢 第十六号准则 是我们F3 就作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准则 给大家讲解过的一个准则 当时呢 我讲课的时候我就说 那个第十六号准则 在F3的考试当中 就是你如果是凡是跟他相关的 这个分数 你就算在他头上的话 那他至少十分以上 就跟他有关的分数 至少是十分以上 F7我跟大家讲 还是这种情况 还是这种情况 就是这个第十六号准则呀 这个第十六号准则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叫母准则 然后呢 我们这一章里面 你看一共六个准则嘛 是吧 其他的那五个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由他派生出来的那些小准则 好吧 然后这个准则 这本身这个准则 在我们F7的考试的分值当中 我跟你讲 也是十分左右 啊 也是十分左右 因为你这么想吧 你选择题里面一定会有至少一道题 单独考他 应该是不止一道题 你要两道题 单独考他 然后呢 这个PPE这个准则 还会和现金流相结合 还会有他 然后PPE这个准则呢 在你那个二十分的那个独体报表的编制当中 如果他是那二十分是编独体报表的话 你放心 肯定有他 啊 肯定有他 跑不了 然后呢 合并报表里头 合并报表里头 我们会涉及这个 呃 就是这个买收购子公司的时候 收购当天的供应价值调整 那个东西后需要折旧啊 要要怎么处理 其实也是跟他有关系 啊 甚至我们还包括这个关联方 这个关联方交易里边 这个互相买卖固定资产 也跟他有关系 你要多算上的话 我估计十五分都有了 啊 十五分都有了 所以这个准则 4F7里边仍然非常重要啊 再看 讲讲讲开始讲故事啊 首先啊 我们先说高兴的事情啊 我们先说开心的事情 开心的事情有什么呢 就是说 我呀 我买固定资产 但是呢 你看我钱不够 钱不够呢 我就圈钱 我怎么圈钱呢 我就借钱啊 就叫我们叫债权类的融资啊 就借钱 就债不类的融资 当我借钱去 啊 借钱去买啊 去购置或者建造一个固定资产的时候呢 那由于你这笔借贷 比如你找银行借钱500万 那银行说 你每年给我六个点的利息 你就要给他付利息啊 对吧 产生的那个借贷成本 我们要怎么处理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第23号准则 就专门规范这件事情啊 我们后面会讲到借贷成本这个准则 好吧 然后再来啊 这个第16号准则里 他的那个第一个P 他叫PPE嘛 第一个P Property指的是什么啊 那个Property指的是 房子跟地 指的是房子跟地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因为随着这个 这个社会的发展 经济的进步啊 你就会发现说 有一些人他手里持有这个房子 持有这个地 他并不是为了自己拿来用 而是为了前面提到这个事 而是为了拿来等待资本增值 就赚钱我就走啊 赚钱我就卖了 我就就钱缺口袋里走了 然后或者是呢 等持有以共出租啊 他拿来出租 所以像这种特殊的房子跟地 那个房子啊 这种特殊的房子跟地呢 我们就出来一个新的准则 就把它从这第16号准则的这个房子 跟地里边给它拎出来了 单独来一个准则 叫做投资性房地产 第40号准则啊 第40号准则啊 再来 全是挺开心的事啊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呢 是说比如说啊 我这个啊 这个要购置一项 要购置一个设备 购置一个设备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呢 我可以购置一个普通的设备 那可能要花50万 然后或者呢 我可以购置一个这个新型的节能环保的 同样的设备 但是他 他这个节能环保 但是就贵嘛 多少多少 比如80万啊 80万 然后这时候呢 政府就出面了 说那个 说你这样啊 因为 因为大家想 这个就是站在企业的立场上来讲 你如果这两台设备什么都一样的话 那我们本着这个什么原则 叫shareholder theory 叫什么股东理论啊 就是企业存在的目的 是为了给股东创造财富 所以怎么才能给股东创 给股东创造财富 我们不考虑别人 我们只考虑股东的话 那我当然是哪个便宜买那个 是吧 你这样的话才能对股东利益最大化吗 是不是这意思啊 但是 所以你看 如果你没有其他条件 那企业很自然而然的就去买那个50万 那个设备了 是不是这意思啊 所以这时候呢 政府就站出来了 说你这样啊 这个鼓励节能环保吧 说你这样 你去买那个节能环保 这个设备 是吧 你看他差多少 差30万是吧 我们政府补贴给你 比如说给你补一个25万 那可能绝大多数企业 就会愿意去买那个节能环保性的设备 是这道理吧 所以就说 就政府说 我给你补贴 好吧 所以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准则 叫IAS20 我们叫GG这个准则 叫government grants 就是政府补贴这个准则 就会规范 说你看如果政府给你补贴了 那你要怎么做呢 这个事啊 然后再说说 两个不太开心的事啊 来第一个事 第一个事呢 就是那个名字就听起来就很不开心 对吧 叫资产减值 就是不值钱了 这东西用着用着发现不值钱了 不值钱就要减值嘛 所以就是IAS36就准则 对吧 再来一个不开心 也是听起来就这么不开心 对吧 叫持有代售固定资产 及终止经营分析 叫IFRS5 就说白了 我们先不管那终止经营分布啊 你就想持有代售固定资产 本来呢 我第16号准则下买的这个机器设备 是拿来用的 对吧 我拿来使用它 比如说首年限十年 结果呢 用了三年啊 我发现说这个就淘汰这个什么老旧的产能啊 或者是什么设备更新啊 我发现说 完了我这设备这个真的就没有用了 那我就打包放在那 随时就等着把它卖出去了 所以像这种东西呢 它首先产生了一个经济利益流入方式上的这个变化 它不再是通过使用的方式 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了 而是通过未来Sales 卖出去的方式 给你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 所以呢 我们选择又制定一个新的准则 叫第五号持有代售固定资产 当然了 集中贼金的分布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我为我为什么把这六准则放在一块的道理啊 当然了 你说老师你不对啊 你这个政府补贴这里边 他不一定非得是补贴的这个固定资产相关的 是承认啊 这些都有例外啊 这些都有例外 但是呢 就是为了说我们这个课程更加 更加逻辑性更强一点 好吧 因为他你想他一个一个准则都是散着的准则 很多同学学这个F7都有这种感觉 这老师知识点太散啊 那就尽量啊 尽量给他往里看捏 好了 那我们这个先看第一个啊 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准则 我先说一下 这个准则在F7当中 我即将要讲解的内容 和大家曾经在F3当中学过的内容 我跟你讲 重合率是90%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如果你F3学的还不错的话 你听这一章会觉得很轻松 讲这个我听过 讲那个我也听过 老师讲的我都听过 好吧 但是呢 你放心啊 这个没学过同学也放心 这章会很重要 我基本上都会很详细的再讲一遍啊 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呢 定义 我说过这事吧 以前 我如果让你给我定义什么 叫PTE的话 你要先给我定义什么东西 什么 你要先给我定义 他所属的会计要素 所以我们先不看PTE的定义 我们先别看这个定义 我们回忆啊 我们就当复习你告诉我什么叫资产好吗 PTE就是一个资产吗 你告诉我什么叫资产 那三个关键词 我不写了 说一遍啊 第一个 Ctrl啊 回一遍 为什么用Ctrl不用On 因为本着实时终于行事原则 第二个必须得是由过去交易事项产生的啊 你不能这个一跺脚咬牙说这个我有50亿的资产啊 你说那个我有五年以后超越马云的梦想 这个是不行的 然后最后一个这个资产之所以能叫资产 是因为它能够在未来给你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 这三条PTE同样必须要具备啊 同样必须要具备好吗 过去交易事项导致了一个控制的一个一个资源 同时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 不说了啊 好了再说什么叫PTE 那我们在这先就是先介绍一下这个名字啊 好给刚才说了吧 就是呃房子跟地都在这里头啊 包括房子包括地啊 Land and building 然后第二个呢叫plant plant我们先不管它啊 我先说什么叫equipment 叫机器设备 是吧 这个不用翻译了啊 所以中间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中间这东西啊 一般我们指的就是中文里面 翻译成叫工厂 可能怎么翻译的都有 他这个就是指什么呢 实际上他很泛指 呃我们做题当中 如果那个题目跟你说 说你看我买了一个plant 你就简单理解为我买了个固定资源 就买了个设备就完了 呃 所以实际上他这里面指的是什么 你要严格来讲 他指的是除了房子 除了地 除了机器设备之外 所有的那些 比如说我内部的装饰装修啊 这个厂房里边这些管路连接啊 设备设施啊 就这些东西 他全部都在这里头 行吧 这个是名字啊 让我们看他怎么说啊 PPE叫什么 PPE的这个定义里面 有三个关键词 大家先跟我画下来 第一个 第一个啊 然后再往后 for use 画下来 for rental 画下来 for administrative purpose 画下来 这三个合起来 应该是第二点 应该是第二点 第三点在这儿 第三点是这个 for more than one accounting period 这应该是第三点 好了啊 我分别解释解释 首先第一个 有形的 好理解吗 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是无形的 比如说我买了个这个 商标权啊 比如说我买了一个 谁的专利技术 那这都属于无形资产 我们呢 有IAS38那个准则来规范它 这是我们下面一章要讲的啊 IAS38那个准则来规范它 所以呢 就不在这里 这里只是有形的 这不多说了啊 然后 我先说这第三个吧 今天把这个 这个 好处理的都给他处理了啊 他说 这使用年限要超过一个会计期间 是为什么呀 因为你想 你编资产负债表 是不是这么编 就是资产啊 然后底下是noncurrent asset 然后底下才是PPE 我们编财报时是这么编 对吧 那个我之前咱们那个第一章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啊 就是那个最后一点 应该第10点 第11点 应该第11点 我说有一个叫performer 就是我们财报的那个格式 然后我说我复录1里头有 那大家一定要自己看看啊 我就就没再讲 因为那个 反正我讲F3的时候 我是从头到尾 整个那两张表 损益资产负债 一个一个带着大家过的 但是我觉得F7 真的没有必要再过那张表了啊 反正后边表 是我们就会编成 把我们的财报就编成那个样子啊 但你看一下 那个财报是不是就这么编的 对吗 所以PPE是指什么 它是ender在非流动性资产底下的 所以它的 它就长期使用的一项有形的复录资产 是这个意思吗 这不都说了啊 来最重要的就是第二点 它定义里边说啊 我这个资产啊 是拿来用的 是拿来租的 是拿来这什么叫管理类的用途 我们先一个一个给大家举例讲啊 你说哪什么叫拿来用的啊 最典型的最简单的 我买的机器设备 是不是拿来用 我使用它 然后生产出来这什么什么产品 然后卖出去 从而换回经济利益的流入 是不是就这样的 对吧 它就拿来用的吧 再说什么叫拿来租的啊 有个例子 比如说大家出去 比如说那个像我去年夏天去海南玩 然后海南那时候 就是在街上就特别多那种租车行 然后它那个租车行门口摆着好多 就各种类型的车 有SUV啊 有小轿车什么的 你自己可以随便选 然后大家想 那些它摆在外面租的那些车 它是什么 它跟赛斯电可不一样 对吗 那个东西是not for resell的 那个车它不是拿来卖的 你说我买你这个车 没有人会去那个租车行去买车 我们去那是租车 那个车是人家的固定资产 是人家的PPE 所以那个东西是它拿来租的 这个理解了吗 再来啊 拿来卖的是什么 拿来卖的是存货 对吧 再来啊 什么叫管理类用途 管理类用途 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啊 你买范里老师应该去讲过这事 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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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两处房子 一处呢 是两层的一个厂房 里面呢 就是机器设备都在里面 生产线都在里头 我还有一处房子 是五层的一个办公楼 我们叫office building 大家想 这个拿来生产的这个房子 这就属于叫什么 我拿来干嘛 这是所谓的拿来用的 对吧 然后呢 我拿来做office building 拿来办公的这个房子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管理类用途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你看我举例子讲完之后啊 大家想 这个所谓的拿来用 拿来出租 拿来什么 什么管理类的用途 这三个 我们实际上 可以给他 和三为一 就是给他简化成一个 简并成一个 我告诉你 就是这个 你想什么一道理 你甭管是拿来租 拿来租是用啊 你只不过使用的方式 是拿来租 你所谓的管理类用途 你也是拿来用啊 你只不过用的方式 是通过我们这个 叫支援部门 所谓的管理类的这个用途嘛 他只不过 就是都是用 但是方式不一样 所以你看 我们这个 这点特别重要啊 因为我们后面在讲那个 投资性房地产的时候 这些东西就属于这个叫什么 会计原理上的 这些这个这个理解 大家一定要把它吃透 大家一定要把它吃透 就算不考 但是我觉得说 这些东西取决于 这些东西你理解的深 还是浅 就会决定你F7 首先决定你F7分数的高 或者低 同时呢 他也会决定你未来的P2 是举步维艰 还是这个游刃有余 同时我觉得他 这个我现在为什么 会很多口舌去讲这个定义 包括后面讲确认 我也可能会会很多口舌去讲 按理说这东西你说有什么可考 对吧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 他最终会影响到 你最后从业以后 你的水准在哪 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我的意思啊 这个慢慢体会啊 你看这个我们第16号准则下 规范的这个资产 他说到底就是拿来用的啊 说到底就是拿来用的 为什么我反复强调这个 大家想一想 说到底是拿来用的 他在想跟你讲什么 我现在知道啊 PPE啊 这个定义里头有几点啊 第一个有形的 这个我知道 第二个熟年线超过一个会计期间 这个我也知道 你说我 那啰里巴说说了这么一大堆 他在想讲什么 你注意啊 他在想讲 你前面的那个资产当中 你资产的就是一二三三个里头 是不是在讲说 他作为一项资产 能给这个会计主体 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 是不是有这么一条 是不是有这么一条 好了 你听着啊 这句话在讲 你说能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 我想问你 他以什么形式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 或者叫经济利益流入的方式 我们这IS16啊 第16号准则下规定的PPE 是指通过用的形式 通过使用的形式 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 这个东西如果是有形的 如果超过一个会计期间 就是属于第16号准则下规范的PPE了 反正你看我现在还没有讲到后面的准则 咱带一句啊 如果同样是资产 如果同样是资产 我跟你讲 他给我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 是什么方式啊 是通过 叫resale 就是我拿着 他是为了通过卖出去啊 再卖出去的形式 再来经济利益的流入 那你说这个资产叫什么名字 这个资产是不是就叫存货了 是不是叫存货了 对吧 你看这个叫PPE 哦 经济利益流入的方式不同 你看名字就换了 看到没有 再比如说 再比如说 你这个第16号准则里头有个房子 有个地啊 那就说我自己拿来用的房子跟地叫做PPE 那还是那句话 前面提过 就是我如果还是房子跟地啊 也是也是我这些企业的 但是我是拿来等待资本增值 或者通过对外出租的这个房子跟这个地 你看是不是他经济利益流入的方式就又变了 又变了之后 我们就又来了一个新的准则 说你这个东西啊叫做投资性房地产了 叫investment property 以后我们叫IT这个东西啊 第40号准则规范了 这叫投资性房地产 哎 你看又是因为什么呀 你凭什么单的一个准则出来呀 因为他经济利益流入的方式变了 你再比如说 你再比如说 我以前有个机器设备 以前我就拿来用的 所以呢 谁规范他呢 我们第16号准则下的PPE规范他 他的名字叫做PPE 好了 用了三年之后啊 我说这个机器设备停用了 然后打包放在那 就是谁来买 我就立刻就能卖给他啊 什么我在积极的寻找买家啊 这些东西我们后面讲 那个持有代售 固定资产都会讲啊 所以你看 这个资产是不是使用 他的给你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的方式 是不是又发生变化了 以前本来在第16号准则底 他叫PPE 他是拿来用的 但是一旦他的 你是持有以供销售了 是不是这名字就又要换了 你就不配叫PPE了 懂不懂 你就不配叫PPE了 你只能叫什么 叫non-current asset held for sale 你看又来一个新的准则 规范他 所以大家注意 你看我们总说 我花钱买了个东西 我代机现金 比如说多少多少钱 我花钱买了个东西 我买了个什么东西呢 你说我买了个房子 你不能光给我借记一个房子不行 你要告诉我 你买的这个房子 在未来是以什么方式给你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入 你如果说我买这个房子是拿来自己住 或者对企业来讲是拿来自己用 那你就是要借记PPE 好吧 你如果说我买这个房子是拿来对外出租 这是用比较特殊的形式 就单指房子跟地 就你的房子跟地去拿来对外出租 那我们叫它投资性房地产 明白吗 所以你要是说 我把这楼盘都买下来了 我买它干嘛呢 我买它之后 我准备就倒手再把它卖出去 或者比如说房地产开发商 我盖起来这个房子 你看它也是房子 但是我盖这房子起来是为了干嘛呢 我是为了卖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干嘛了 你就要借记存货了 那是你的存货 虽然也是房子 但是那你的存货 明白这意思吧 所以这个资产到底是什么 你要看它经济利益流入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这是这个我们会计啊 理论性的一个铺垫 大家在这个这阶段铺垫好 这些东西听阿川都讲过的 再讲一遍 好吧 这就是我们这个PP的定义啊 赶紧啰嗦到这有点啰嗦 下面啊 这个确认 确认我之前说过吧 首先就是你这不是资产吗 是吧 所以确认呢 说是两条 其实是三条 那就是定义加P加MR 你看这是不是就这样 咱们加个定义 对 固定资产什么时候能确认在账面上啊 首先满足定义啊 再说一遍定义 先满足资产的定义 再满足PP的定义 你都要满足 然后第二条 说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第三条 就这个成本可以可靠伎俩 跟他们讲的一样吧 好了 这些我不多费口说了啊 我在这解释一个问题 就是 他这个定义里边 他这句话里面 他算是说 这个资产的 这个成本呢 或者我们资产里面叫原值 他叫成本 可以可靠伎俩 然后我跟大家讲呢 实际上 这个东西 我给他 我给他改一下 我 我这么写这句话 我跟你讲 如果比如P2里边 考这个资产的确认 你如果改成我说的这句话 绝对不会扣分 改成什么呢 改成 你看第二个啊 叫未来的经济利益的流入 是很可能 对吧 第三个 我给他改成 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 可以可靠伎俩 我给你解释解释 为什么 这个成本 或者叫原值 可以替换成 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 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是这个公司的采购 我去给我们公司采购 这个电脑 我去给我们公司买电脑 我就向那个电脑商场里面去赚 逛 然后我看见一家 卖这个电脑 这个型号啊 功能啊 配置都挺不错的 我就问那个卖电脑的 我说你这电脑多少钱 卖电脑的跟我说 我这电脑啊 一万块钱一台 然后呢 这个采购的这个 这个电脑 你站在那边想 不要 为什么不要 太贵了 不要 大家想 这个太贵了 我不买 就是 这种表述方式 是属于正常人的表述方式 但是我跟大家讲 你如果是个 你叫老会计 或者叫有一定理论基础的老会计 比如说Karen老师 有一定理论基础的这个老会计 他怎么去 就是从会计的语言上 怎么去表述这个太贵了 我不买这件事啊 会计是这么想的 他说 你这个东西啊 现在卖一万块钱 是吧 我认为 听着啊 我认为 今天这个时间点 就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如果花一万块钱 买了你这个固定资产 那么你这个资产 在未来都没有办法 给我带来至少一万块钱的经济利益的流入 所以我觉得 所谓太贵了 我不买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听懂我的 听懂 我想表达的这个意思了没有 对吧 就太贵了不买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今天花一万块钱买了你 你都没有办法 在未来给我带来 至少一万块钱的经济利益的流入 好吧 所以你看 大家看 这个cost 就这个 我如果要是买了他 他的cost不就是一万吗 这个一万 我跟大家讲是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所谓的原值历史成本 cost 原值是什么 其实大家想 就是在我最初购置 或者建造这个固定资产的时候 对他能给我带来的 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的一个 最可靠 最保守的估计 你想是不是就这道理 对吧 所以我们说cost可以可靠估计 实际上就是他的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 可以可靠估计 你再比如说还是买电脑 我接着逛 他贵了不买 接着逛 逛到又有一家 我一看这个配置也不错 型号也挺好 可能牌子稍微没那么的有名 然后我就问了问人家 说你这电脑多少钱 然后人家跟我说 我这电脑就5800一台 我觉得说这也不错 这挺便宜的 这合适 我买这个 所以你看大家学会我刚才那个表述方式了没有 什么叫这个合适 我买这个 作为一个有理论基础的老会计 我们要怎么传授这件事 能不能自己说一遍 我们要这么想 就说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认为 我认为这个资产 就这个电脑 这个资产 在未来能给我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流入 至少能有5800 说白了就是 我今天花5800买了你 我认为以后我不会亏 是不是道理 对吧 所以你看这是刚才我说的 这个5800也好 10000也好 它就是站在这个时间点 对未来这个资产 能给我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流入的一个 目前来看 这个时间点来看 是一个最可靠最保守的估计 我为什么总说最可靠最保守 是因为我们这个资产 大家想的一个谨慎性原则 不能轻易高股资产 高股收入 不能轻易低股负债 低股费用 是不是道理 你比如说 我再拿分路给大家写上 你比如说 我今天这个5800买这台电脑 对吧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愿意买它呀 什么意思呀 我是认为说 这台电脑在未来能给我带来的 经济利益的流入 怎么样 什么叫 至少啊 就大于等于5800嘛 是不是大于等于5800 但是本着谨慎性原则呢 谨慎性原则呢 我在今天对它的一个保守的估计 咱就别大于了 我也不知道大于多少 咱就5800得了 这分路不就出来了吗 就借记PP5800 代替现金5800 这么来的 对吧 这个这块我们讲的比较多啊 给大家 这个尽量理解我讲的东西 好 我们这节课呢 先到这 我们就是先把这个 这个理论性的东西 我们先做一节课给大家 这个讲一下 好了 下节课我们继续 会不会这么做的 下节课呢 我们先做一个